OdioJungle 嘉宾张学良一致之后,蒋介石的南京政府,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,其对东北的方针政策亦有所改变,但仍将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作为一种特殊的既定存在来对待。 918事变发生后,蒋报定利弊扩大宗旨,在实质上不将其当作日本侵华的第一步,而只当作是地区冲突事件,其叛国联采取措施,把恶制日本的力量寄托于西方列强,意图利用华盛顿体系所造成的列强之间的矛盾以一致疑,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又一个原因。 但西方列强由于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,自顾不暇,加之英法两国当时是苏联为主要敌人,所以当日本关东军于十月转攻北满时,两国认为此举威胁了苏联后方,不仅予以默认,而且鼓励,期待其继续北进,日进上清等住,日本近代史。 第五本58页,美国当时因计划对东北投资,遂对日本独占东北深为反感,事变发生后,美国国务卿是听声,三次打电话给英国外向西蒙,想与英国取得对日的一致意见,但西蒙毫无确切表示,由此美国不愿单独行动,反而专为对日随境,拖鞋。 9月25日,美国政府召会中日两国,今表示希望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事变,即使苏联,虽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,在道义上、精神上、感情上同情,支持中国,但一忙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,担心日本进攻苏联, 因而实际上采取了严格的中立主义立场,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国,制裁日本。 10月29日,当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,苏联驻哈尔滨代理总领事,会见日本大乔总领事,表明了苏联的中立态度,否认苏联正在援助驻黑龙江的中国军队的一切谣传, 并表示,只要日军不用武力侵犯北满铁路的权益,苏联就毫无干涉之意。 会谈时的苏方态度,始终是解释性的,致使关东军对苏联的这种态度颇为得意。 日,关宽之等住,满洲事变,第二百九十一夜,并认为进攻哈尔滨也不会引起热速战争,因而决定进攻哈尔滨,国际社会的消极软弱,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。 1931年,日军在沈阳随意拘捕市民,进行审讯,残害,以清除抗日分子,蒋进时政府奉行的暂不抵抗政策,解除了东北军的思想武装,使之面对虎视眈眈的日军无所事事,无所节备。 918事变发生时,东北主要军政负责人多不在岗位,张学良在北平休养,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林,亦在北平,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,在锦州为父亲治丧,东北军参谋长容真,正在家中为父亲祝寿,等等。 918事变档业,驻守北大营的东,北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旅长因故回归军营,下属三个团长中,仅有一人在营中,日军突袭北大营时,第七旅指挥体系无法有效运行。 当容真召集了东北军将领的紧急会议,并请示了张学良后,面对现实,也只能向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,重申不抵抗政策,不准抵抗,不准动,把枪放在库房里,挺着死,大家成人,为国牺牲,文史资料选集,第六集,第四页,中华书局,1960年版,张学良于9月19日,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说, 吴早已令我不士兵,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,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,昨晚,日军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,开枪相机,我军本无武装,自无抵抗,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编,大事纪,第十七旗,第153页,沈阳居民在事变发生后,还以为日军在进行夜间军事演习,当日军公司全面展开后, 大多数东北军部队,不是不战自愧,就是避让撤退,进行抵抗的若干部队,也往往是避之再三,一让再让,最后才迫不得已进行还击,但已丧失了有力的军事态势,且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有组织增援,终止失败,最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,即两省,继而略占东北全境, 日北军警在焚烧房屋,驱赶百姓,从思想上来说,东北军高级将领也有一种错觉,和祝国回忆说,东北军方面,因为过去既有三国干涉还聊的,历史,当时又有华盛顿九国公约之保证,以为西方列强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,日本到头来总是吞不下蛮猛的, 918后,又有国联的多次开会和决议,派遣调查团等,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车案之经验,许多人都以为只要能够沉着应付,不放一枪,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,就可以避免事态的扩大,以为不抵抗是上策, 从918到77事变,第403到404页,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,这确实是当时东北军大部分将领的心态,张先文等,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,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,北京,化学工业出版社,2016年版,编辑,林小敬